今天一大早出门 哇 台北天气真的变得好冷 前两天都还下雨 对 又湿又冷的 告诉大家现在呢 其实华人地区有很多地方 是急冷 冻冷 爆冷 冷炸了 冷到都有一些 夸张的事情出现了 我们要跟强子哥 来好好聊聊的 如果是在大陆地区的朋友们 一定非常有感 尤其是在东北部的地方 黑龙江东北大爆雪 这个雪很夸张 告诉大家这个冻雨都可能要来了 而且这一次是破历史的极值 你看看全球暖 全球整个气候变化异常的 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他们的每次这次的冷 听说都会一次比一次更冷 一次比一次更破极值 而且在黑龙江那边听说 因为整个雪太大了 甚至有雪直接垮下来 砸下来把车子都压扁 这样非常严重的状况 然后东北整个暴风雪 已经到止暴的地步 我们就要跟向迅哥来聊聊 这个整个全球这样的气候 哇 异常的这么的严重 尤其在华人地区 东北部的地方发生了这么多的 等于说天后非常异常的一个状况 你怎么看 这个目前全球的一个环境 那我们华人地区其实台湾也是很冷 但还没有到东北这么的 他们是破历史极值的 这么的高峰强烈的暴风雪 你怎么看这华人如何面对 这样的一波气候变迁 如此的异常 接下来该怎么来面对 首先我想很多观众朋友 一定都记得在今年大概 夏秋 对不起 夏秋边焦的时候呢 有一些气象专家就是说 今年是暖冬耶 说会暖冬什么暖冬什么 12月底什么1月才会变冷 我那在想说 敢这样啊 说的这么早会不会太夸张了 当然现在因为极端气候 在这几年当中 在这样这两年当中 也包括了所谓这种圣音现象 夏秋在整个大扬州的 对不起在赤道地区的 包括的所有的这个海洋流域当中 所以上来就会变成是很难预测啦 在每次声音现象的这个周期的时候 但是呢没有想到 其实这一次有关于在中华 整个我们神州土地当中 那么游北在黑龙江的部分 这一次的这个暴冷跟暴雪 有点早哦 对 为什么这样讲 其实我记得在上个星期二 还是星期三的时候 应该星期二嘛 没记错的话 其实就大概就是突然暴雪出现了 而且就还压垮了一个体育馆 在清晴哈尔 我没记错的话 所以其实在整个东北地区 所以整个中国的这个天气 尤其入冬之后的变化 当然都是一个最最主要的指标地方啊 那么我想我自己因为过去 从2003年的时候 在中国住了在北京念书哈 我在中央美院念书 所以当时其实在全中国跑来跑去 所以那时候我去 呃在此之前采访 我作为两岸新闻采访 199几年的时候 98年的时候也都去过东北 那时候其实当然就为了 当时大家很有名的哈尔滨的冰雕节 所以那时候我们这些你知道 这个没见过世面的 没见过东北冷的 台湾人你就感受部分 东北的这个冷冽的气候啊 对因为台湾很少 平地几乎是不下雪的 就在高山才会 就大概前五年 我记得五六年前的时候 竟然在北部地区的部分 在台北阳临山的部分下大雪 是到很难得 那很难解 大概觉悟仅有的 所以刚刚正在讲说 这种极端气候的部分呢 我想在这一次我们特别感受到 这个暴雪的部分的整体的程度 因为是这样子 冷归冷 可是有时候冷当中不是都下雪 下雪的部分成因也包括 它整个湿气都含过在这里头 所以它必须要有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这个条件 那么因此在这次的下雪的状况 我们感受到了 就是这一次的极端气候里头 就包括了所谓这个湿气 那这个湿气大概就是 跟阳流有关啊 我们刚刚提到的 从南边地区的这样子的带着湿气 所以现在这种极端气候的 难以辨识 难以准备 这就使得大家想说 怎么会再以东北地区 当然其实现在本来在入冬 我们已经看到包括在 同样的在高纬度地区 全球在加拿大地区 现在就是枫叶很漂亮的时候 那么在欧洲地区 我想除了北欧之外 那个大概主要的 这个欧洲地区的话 高纬度地区的话 现在有都是大概约末 还是秋天的氛围 还没有说到下雪 所以也就是说 应该在全球高纬度 看起来现在就是中国 尤其黑龙江地区是这一波 这个地方特别冷啊 那么我也特别看了 这个CCTV当中的这个气象的预报 在里头是在分析整个 现在整个中国的 现在的寒冷的天气 可要知道哦 这一波的冷风出现 那它不是一个整个地球的平均值 它是在我们亚洲 黑龙江这一态的冷风出来 所以其实台湾现在这几天冷到 其实是我们跟黑龙江 这块的这个冷冽的 寒流的延伸过来的 是连带影响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头 其实以台湾 那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看 在我家林口那个地方 是风很大的 大概就已经20度 21度左右了 那台北市可能会温度高一点点 但就难以想象 现在在黑龙江 这样子零下到这么惊人 而且冷归冷 雪的部分一旦太厚了 除了刚刚讲 对于旅馆的部分的坍塌 造成影响之外 所有的道路啊 包括所有的工业经济 各方面民生 其实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的 是没有错 所以也希望东北的朋友们 一切平安了 在这一波暴风雪 强到发子的暴风雪风暴当中 因为大自然的力量 其实人类其实还是相对是渺小的 当然可以做很多的措施去防范 但是如果它一旦超过那个极值 它破历史其实很多是没有办法 这个在人类的目前可以预测 能做的 尤其是真的是突破它的一些极限的话 很多的一些意外 还是要小心防止发生 那的确这回哈尔滨的初雪 就如同像志哥觉得 好像来得有点早 而且来得相对来得猛烈 那其实我们就再把它 拉高一点格局来看 其实这一波的 这个全球的异常的天气变化 在有些地方是突然很热热浪 甚至森林都烧起来了 那有些地方应该冰川开始融化了 不管是北极还是南极 然后听说很多北极熊 还有企鹅宝宝他们的家 都开始崩解崩裂 应该想说接下来人类势必会面对一连串 非常严峻的气候的挑战 那如果我们再拉回来 在华人的部分 你觉得全球华人在面对 这一波的挑战的时候 像这个你怎么分析 你觉得我们大家应该要做好 什么样的一个准备 或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去面对接下来一连串 可能更严峻的挑战 本来我们些年都觉得 今年2023年应该到12月的时候 我们才有机会开始来盘点 今年19年当中 在全球的一些异常气候 对于我们过去应该可能是空前的印象 但没想到今年真的发生很多 我想包括地震也好 包括这种也出现了含笑 那么另外我们看到 包括在整个美国的夏威夷的部分的 那个岛屿当中的这一波 把整个靠海满整个城镇像毁灭似的 大家都没有逃走 还有上千人的部分的死伤 就整个漂亮的一个度假的 一个海边的城镇 整个都可以全部都烧毁 所以整个气候的这个极端性 现在真的超过我们的预期 我想也体现到 我们现在也看到的 讲一个比较有意思 就是说现在包括印度的 那个预言的神童 你看他几乎对阿南德 他几乎每两个月 做了个大预言当中 这个起头是就在讲 各地方预言的那些 尤其大自然的灾害 那么几乎是在这两年的预言 非常多 但我认为对我自己来说 我们在观察对我们人类的影响 我想我们人类还是一个 高智慧的动物在这个星球上 所以呢我们有很多的能力 跟工具去处理跟面对 那么除非它现在突发的 像地震火山这种 我们没有办法处理 但像下雪 因为现在在整个气象这件事情 大家基本上是 还是可以有所准备的 那么大家也开始对于温室效应 那么包括ESG 永续当中的永续的这个environment 其中对于环境的部分 越来越有共识 对于企业当中有更多的要求 那么但尽管如此 我仍然觉得啊 虽然有些东西是缓慢的 对我们产生的影响 比如说温室效应 对于刚刚特别英秀土提到的 海滨包括北极跟南极的 冰川的这个融化 那么使得海滨们上升 会直接影响到 我们接近海岸岛地的土地啊 这个部分其实在整个对于我们 包括中国跟台湾 那么各地方来说沿海地区 其实都是会有这样子的影响 但我家因为住在花莲 就是台湾的这个东部啊 那么这个部分 我过去小学后当中 原来从我们这个道路走到海滩 还要走好久啊 现在那个海滩已经直接在侵蚀 必须要很多防波堤 已经没有海滩可言了 特别在东部地区 很严重啊很严重 那么除此之外 我个人认为最严重的 其实是极端气候 对于动植物产生的影响 我想最近在这一两年当中 这个极端气候 无论来自任何原因 比如说密封 那么对于蜂蜜 我知道其实这个部分 不止在台湾 在全世界很多地方 包括在中国大陆很多地区 原来养蜂的 这样子密封 这一波都受到难以理解的 究竟水旺的原因 大家也觉得可能是不是因为 比如说这种手机机地台的 电磁波人为的影响 可是更多也有在推论 就是因为极端气候 我想这几年我们也感受到 当中的部分也不只是 冬天这种寒冷 我们这个所有生活当中受到封闭 此外的部分也包括了 奇怪怎么二月部分就在天暖花开 所以像在北国一带 这几年我相信包括在北京 在东北乃至在国外 像是在东京跟很多其他国家 在高纬度的地方 原来樱花开应该不是在 三月四月嘛 那么前阵都乱七八糟 像我知道日本有时候来说 不知为什么按照樱花开 是应该由南边开始暖热 巴拉巴拉然后往北开 结果在去年2023年 以及在2022年都出现了 樱花开突然从北海道先开了 倒过来了 然后又再又再从南边 日本南部开 再开回来 乱成一团 他们都昏了 所以呢花乱成一团 你知道蜜蜂踩灭 乱成一团了 所有的部分 我想在最近其实在 动植物界的原有 对于整个全球的所谓生态系统 研究生态动植物的部分 也被这个气候的影响 但是呢这气候影响 在整个生态链 就会对我们的经济啦 对我们所有当中的一些粮食生产 这个部分的经济跟产业 乃至金融资本的 包括国家的整体的经济布局 都有直接的影响 所以现在看起来 我也听说几个 比较先进部门的国家 像我知道像新加坡 都就有针对于极端气候的 政府里头特赦的部门 它就不只是在气象预测而已 而是对于这种气象预测的 这样子的部门当中 所对国家政治的决策 还有包括经济产业的部分的 布局的预测分析 该做提前的准备 这个部分现在在先进国家 都有这种特别的办公室 或特别的任务组成 所以就可以体现它多么严重了 对没有错 这个的确气候一连串影响的 每个人一定都会受到影响 那接下来很多产业 大宗物资 动植物等等的 生产跟它们的价格 哇 这个也会影响全人类生活 所以这个影响层面会非常广泛 而且非常剧烈又深入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也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益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济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